民主黨早前被我們踢爆 黨產不清的醜聞 不過原來主席何俊仁 在年初參選特首的時候也涉及混帳 我們收到市民投訴 只曾經在特首選舉期間 向何俊仁捐款超過一千元 不過何俊仁向選舉事務處申報的時候 就只是報稱得到民主黨 和負責籌辦泛民特首初選的民主動力的捐贈 並沒有收到任何市民又或者是政商界人士捐款 何俊仁在今年4月向選舉事務處提交選舉開支 及接受選舉捐贈的申報書和聲明書 當中列明他的選舉開支是一百二十萬九千多元 捐贈分別來自民主動力價十六萬五千多元 以及民主黨價大約一百一十二萬 民主動力在年初的時候 籌辦泛民特首初選一共花了大約四十三萬 由參加初選的何俊仁 以及民協的馮檢基 每人攤分大約二十一萬 但兩個人最終只給了五萬元 其餘由民主動力找數 及後民主黨也為何俊仁 支付參加初選的費用 以及為他參選特首的洗費包底 根據選舉事務處的規定 要求特首候選人 需要列明捐贈者和有關捐贈資料 一千元以上價捐贈更加需要付上收據 不過我們收到市民的投訴 他的兩個朋友以不同的形式向何俊仁捐款 但何俊仁並沒有在申報書上申報 當中他的朋友Alan就說 自己一直都是何俊仁的勇等 在半年之前向他捐贈一千二百八十元 支持他做特首 不過登入何俊仁的競選網站 一按捐款一欄就自動連結去到民主黨的網站 當時Alan並沒有多想就用PayPal捐錢 不過至今並沒有收到任何收據 他認為何俊仁應該清楚交代市民價捐款去向 至於另一個市民黃小姐 在3月的時候 也都向何俊仁用支票捐出一千零八元 並按選舉網站的指示 在支票台頭寫上民主黨 因為擔心有不清楚 他更加在支票後面寫上支持何俊仁 而是支持他參選 之後也都收到捐贈收據 不過何俊仁就沒有作申報 有刻意誤導市民向民主黨帳戶捐錢 令到選舉捐款 與該黨日常捐款混淆之嫌 我們就這件事問過何俊仁 至於競選網站捐款的一欄 為何要連結民主黨的網站 是否有混淆之嫌 何俊仁就這樣回應 我要看看 你一會兒問我 因為我完全沒有過問過半點 那個網站的事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我要搞清楚 他是否真的捐給我 是否願意公開 根據選舉條例 選舉捐贈只可以用在候選人家選舉開支 如果不是就可能犯法 最高的刑罰可以判處罰款50萬和監禁7年 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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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